一个投资人拦下了马拉 然而马拉却把他带到廉价的小餐馆 投资人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当他不情愿地吃了一口盘子里的食物 却没想到自己会被这美味惊艳到 味道并不比五星饭店做得差 卫生条件好服务态度也非常到位 材料和烹饪方法都一样的菜 在高档饭店被换了名字再包装一下 就会被高出十倍以上的价格 马拉故意为之就是想让投资人明白 飞机在一个小时的航行过程中 并没有必要给顾客提供食物报纸等多余的服务 这样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费用 只要保证乘客安全快捷的到达目的地就完成了 再者说现有航班每天飞行两班 而马拉的运营方式是三班倒 也就代表着每天从目的地到终点 三个来回不停歇 即便是票价降低 只要保证乘客满员就能稳赚不赔 听完这些计划措施 投资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天才 毫不犹豫便决定带他去见其他投资人 来到股东大会上 马拉毫不怯场 有理有据地解说着自己的商业模式 因为机场刚起步时 肯定会处于瓶颈期 也正巧赶上 当下美国航空业不景气 可以先半价 租用一些飞机 后期再做整改 投资人问他如何与帕雷的航空公司竞争 马拉却表示 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帕雷 因为廉价飞机的目标客群 都是一些坐火车的普通人 一番精彩的讲解后 投资人决定批准投资基金 但资金放款 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 租赁飞机那边随时可能涨价 投资人也可能会随时改变主意 马拉不容多想 她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破釜沉舟 当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母亲也为了她的梦想 抵押了房子和土地 三个月后 如果没有按时还款 马拉便要付出双倍的利息 资金问题解决后 马拉想赶快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喜欢的女孩 她骑上摩托车 前往蛋糕店 路途上追逐着机场跑道的飞机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仿佛一切都已经胜券在握 看着飞机缓缓飞向天空 就像载着她的梦想冲向云霄 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蛋糕店女孩 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很是开心 马拉觉得自经下来以后 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自己的航空事业也会越做越大 于是等不及便主动向女孩提出结婚 婚礼上人们 其乐融融在歌在舞 新郎新娘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看似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却不知危机早已潜伏在马拉身边